加入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支持良心傳媒 觀看獨家視頻 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就可以享有 優線觀看精彩的視頻 總編輯時間親切回應 VIP 互動機會 快點加入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字幕視頻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各位美國星道中文電台聽眾 我是方勇強 歡迎收聽時事觀察 繼續跟大家講 有關俄羅斯叛亂的關鍵人物 除了兩個國家的人物外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 在這件事上表現出可圈可點 有一個說法說盧卡申科好大起工 所以才協助挂船工作 但正如如如盧卡申科自己說 白俄羅斯和俄羅斯接壤 可說這件事身處其中 又或者正如鄰居起火 自己也不是好處 協助滅火其實是理所當然的事 根據羅加申科事後說 他和普利哥任 在24日交往六七至會談 開始時很難 後期看到普利哥任慢慢的態度 鬆動 多次警告他 最重要的關鍵是千萬不要搞出流血事件 一開始有人死 特別是平民百姓 便沒有談判的餘地 而多少因為亞格納佔據在羅斯托夫時 沒有製造任何流血事件 甚至相對來說是相當平靜 所以為之後能和平解決問題 創造了關鍵條件 而後期普利哥任接受盧卡申科提出 停止亞格納集團的武裝行動 所以也慢慢舒緩局勢 令俄羅斯決定撤銷對普利哥任的刑事立案 而亞格納部隊也能順利撤回野外營地 把這次事件離患在平靜和平中 努卡申科功不罕末 一方面能令雙方面冷靜下來 令局勢升級 同時更加強調他自己不是中間人 而是普京事件中的參與者和受影響者 而這是俄羅斯和白俄羅斯共同面對的問題 而之後他也得到普京承諾 可以讓亞格納撤回部隊 也承諾他們的安全後 更為普利哥保證能夠安全地抵達白俄羅斯 並為他們提供廢棄的軍事基地 讓他們有容身之所 說真的如果不是有一連結接族的安排 在幾天之內解決 這件事的連帶影響 沒那麼容易輕易抹殺 所以證明努卡申科能夠在1994年開始 在白俄羅斯連任六屆接近30年 亦因此被西方質疑是東歐最後獨裁者 而這幾年亦因此與俄羅斯關係密切 反而被西方制裁他 不過由此事件反映出能力有多高 可能大家聽到白俄羅斯除此事件之外 再之前可能已經是2020年 差點白俄都因爲遭遇顏色革命 搞到社會動盪而有被迫下台的威脅 最終得到俄羅斯協助所以逃過一劫 不過最近看到盧卡申科反而在網上 也相當短的影片 其實挺有趣的 這段影片是當他參觀 首都明斯克一間電單車廠時 他即場的反映 正當市長和企業高管 很耐心地介紹 到底這個電單車做得有多好 或者用的設備有多先進 他就問到當中電單車的配件 到底是來自哪裏 他先問了車頭燈 來自中國 再問引擎 又是來自中國 差不多問了幾個 大碗的零件都是來自中國 當然在白俄羅斯目前 都只能做一個裝陷的工序 他當時說了一句 幸好中國是白俄羅斯的友好倫邦 但這樣的經營態度 不是一間明斯克應該有的重點企業 不過由這段影片 亦可以看到盧卡申科 是一個講實際的人 而不會把參觀工作 當作例牌的走過場 所以對於西方 盧卡申科的連續執政 可能是一個不能接受的原罪 但長久的穩定政治生涯 同樣可以說 在這次事件中 盧卡申科反映出可靠性 其一就是 是目前唯一一個領袖 可以得到兩方面的信任 在這事件上 因為他能夠為雙方提供準確保證 可以確保不會因為其中一方的違約 影響另一方面的實質損失 作為白俄羅斯總統 他的優勢當然能夠充分轉達普京的態度 但同一時間亦能夠保證普利哥人的安全 令他能夠去到白俄羅斯生活 無疑是能夠提供最佳的解決方案 同一方面 盧卡申科亦與普利哥人有不錯的私交 因為在過去一段時間和普京的交往 盧卡申科亦曾經與普利哥人有接觸 所以盧卡申科亦主動提出進行調解 因為他覺得和普利哥人認識了20年 很了解他 所以他認為他能夠解決這問題 同時間亦可說是解決白俄羅斯的問題 意思上 在2020年8月當白俄羅斯總統選舉風波出現前 烏克蘭情報部門曾經吸引雅加勒分子的固傭兵 去基府 但他們在白俄羅斯轉機時被發現 結果被交回俄羅斯 當時變相亦可說為普利哥人拆了炸彈 而30年的領導生涯可說 確保盧卡申科有他真正足夠的能力 尤其在政治操守上更令人信服 因他本身在基層出身 賣豬經營農場 但當他作為政治生涯開始1990年 當選為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成員後 就因蘇聯瓦解而中斷了 但因為他能夠順手當時提出反腐敗的口號 順手承諾 所以他有機會領導反腐委員會 負責研究白俄羅斯商業機構內的腐敗活動 以及打擊官商勾結 1994年當選總統後 就更反貪反到前總統的頭上 再加上他擔任總統的頭10年 即1994年至2004年 一直都能夠推動白俄羅斯經濟高速發展 甚至在金融海嘯以及之後的一段時間 都能夠輾轉維持白俄羅斯經濟發展 直至在克里米亞事件後 因為泰國靠近俄羅斯被西方制裁 才無以為計 而其中有一件事他最受到不少俄羅斯 或白俄羅斯人的尊敬 其一是因為他晉身政治時 在前蘇聯時期 所以他當然是當時蘇聯的共產黨員 但他到今時今日都沒有宣布過 推出蘇聯的共產黨 他更加強調做人不能亡般 所以他就不會宣布退黨 儘管蘇聯共產黨已經不再存在 而他亦是在1991年 當白俄羅斯進行獨立投票時 唯一一個投落反對票的最高蘇維埃成員 當然過去一段時間 西方對於東歐的最後一個獨裁者 所以在2020年 努卡申科再次當選成為白俄羅斯總統後 沒多久 反對派就以選舉舞弊為理由 不過一直以來在努卡申科次次選舉 也有八成選票 引起質疑一點也不奇怪 不過當地主要以個型企業為主 所以這種情況都有他的合理性 不過這次西方不同的客系 在明斯舉行多次大規模的遊行活動 同一時間 美國和歐洲也支持反對派 試圖通過顏色革命手段 推翻努卡申科政府 建立親西方政權 不過這次努卡申科也很果斷 得到普京的支持 採取了很多手段及時穩定政局 避免白俄羅斯陷入混亂的局面 可能是因為經過這次事件 令到努卡申科處理國內的變局 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更明白國家穩定對於持續發展 以及整個政治環境 社會環境保持穩定的重要性 對抗爭暴亂經驗的過來人 或者這些經驗對努卡申科 如何勸了普利哥任 進一步令俄羅斯進入流血衝突的環境 亦可能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 更有說服力 所以這次事件反過來說 亦可說為努卡申科 被西方處處攻擊的獨裁者 的確是擁有不可抹殺的工作能力 我是霍元康 多謝大家收聽時事觀察 下一個小記再見